大家好,主春奴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公布去年的服務數據 去年全年直接服務人次達到27,345人次 跟進個案共192宗 其中143宗是去年新增的個案 工會這兩三年都關注受貴賓廳倒閉潮影響的博彩業職工 在去年3月曾經做過前貴賓廳員工的就業狀況和支援需求調查 當時結果發現有85%的調查對象處於失業狀態 七成處於失業的調查對象認為成功在就業需要6個月以上 工會說隨著澳門經濟逐漸復甦 現在大多數前貴賓廳員工已經成功就業 大多數轉行去到零售做的士司機 或者外賣車手等等 但工作待遇和員工作仍存在差距 現時薪酬平均月薪1萬至2萬澳門員 並指他們大多數仍面對家庭和經濟壓力 希望能再從事與博彩業相關的工作 工會期望博企優先招聘他們 另一方面 不少前貴賓廳員工仍被前公司拖欠數以萬計的欠薪和解僱賠償 他們反映雖然法院已初審判決 前僱主必須支付相關款項 但因為前僱主的財務狀況成疑和債務眾多 他們害怕最終未能收回欠款 這個是法院已成立 又要賠數以十億計的款項 新工作環境 或將來被單方面降低薪酬待遇 呼籲勞資雙方應該互量互讓多作溝通 因為不少求助亦是源於勞方和資方得到的資訊不足 缺乏和僱主的有效溝通渠道而引發 而加菲博彩元素 相信未來越攪越多 還有現在有外國人博彩專區 當然作為可觀也要自我增值一下 看看學習英文、泰文、韓文等 相信也有優勢 可能有機會被派到外國人博彩區做事 所以現時的可觀也好 博彩業從業員或是貴賓廳的博彩從業員 如果增值一下有多些技能 可能再做博彩業的機會就會高很多 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謝謝你的支持